新闻首先来看到前几天的梅雨过后 让高雄市的登革热并没密度超标 市府登革热小组立即出动巡检 发现有多处积水的脏乱点并且开单告发 而单单6月份就爆量开出了449张的告发单 比上个月增加了21% 其中有不少是连续开单 呼吁所有权人要善尽管理之责 尽快清除自身员 过后天气放晴 登革热小组立即出动巡检 发现许多菜园空地花室和空屋 以及废弃物及积水地下室等都是高风险场域 积水容器里自身大量解决及捕获斑文 立即开出6张举发单 只要有积水的处所 我们不意外再次复查还是发现了 还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的处理到 而有一些并没有人的置身 那当场当然我们也依法已告发 目前正值旅游旺季 东南亚是热门景点 但也正是登革热流行热区 高雄市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数又攀升到15例 卫生环保单位相当担心 在并眉稳指数高的情况下 会再度爆发登革热大流行 配合到我们境外移入个案的持续增加 我们也担心 那一旦这样旅游的 有旅游室的这些个案回到社区之后 那如果没有积极就医的话 没有因为这些症状 然后赶快去就医 诊断出登革热 然后做必要的防护措施的话 那这样的疫情有可能会在社区里面造成 是一波的传染 不过在巡检当中 还是发现许多空地空污一再遭到举发 像是左营和群新村的废弃眷村 日前也曾在市议会总职巡时 被议员点名 和群新村的并眉稳指数过高 威胁附近居民安危 这一次卫生局也是开单不手软 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 查到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然后依法将这样的一个 采取的一个书罕寄到他们手中 目前高雄市的登革热开单数 已经累积到1625件 但单单6月份就爆量 开出449张的高发单 比上个月增加21% 因此呼吁屋主和土地所有权人 善尽管理职责 尽快清除自身员 港东新闻张盛明 类昌邦采访报道